十号在醉血仙祖的指引下 成功修成六道轮回天宫的起手势 书接上回 十号利用兽皮古卷没有引出完整的六道轮回天宫后 他自然是非常不甘心 所以准备放手一搏 十号望着六人之中的那位醉血仙祖 开始催动醉血 令眉心中的醉字纹路烙印在虚空之中 他想利用这个醉字符文与那位仙祖产生共鸣 从而寻找到契机 轰的一声巨响 那位仙祖虽然死去了无尽的岁月 但额骨上的印记依旧没有消散 甚至逐渐有了复苏的迹象 就这样一人一师在那里相对 两人眉心中的符号像是一下子遇到了亲人 隆隆作响 紧接着醉血仙祖的眉心发出了一道光束 与十号眉心的符号连接在了一起 这次十号听到了无比清晰切又真实的诵经声 传闻中的六道轮回天宫正在被醉血仙祖破解 并传送到了十号的尸海当中 十号全身心地投入了进去 认知钻研和感悟其中蕴含的奥语 不得不说这门功法实在是博大精深 即便十号是一位修道奇才 拥有天纵之姿 此刻也是不断皱眉 百思不得其解 最终十号不得不强行记住所有经文 毕竟其中有些地方太过于繁琐 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雾透 唯有等待来日修为更上一层楼屎 十号越是参悟 就越发觉得其中奥妙无穷 仿佛掌握了六道轮回天宫 就能驾驭诸天星辰和宇宙万物 伴随着阵阵经文声像的后期演化 十号仿佛是看到了万物兴衰 宇宙更迭 这种景象让他感到了惶恐 连天地都在衰败 循环往复 可见这世间并没有什么是不朽的 终究都会有走到尽头的那一天 或许只有做到轮回 才能逃脱出亘古不变的这一规律 显然这一切与十号的认知不同 他并不相信这世间存有轮回 他坚信自己可以做到不灭 一路走下去 可现在所接触的六道轮回天宫 与自己的信念发生了冲突 这还要继续修炼吗 十号有些迷茫 他担心错过这样的机缘 下次可就不知道何时了 经过了再三思索 他还是决定修炼六道轮回天宫 十号将仓物当成了一种战斗 他要看看其中究竟有何玄妙 才能彻底洞悉六道轮回天宫 跟他的信念不符之处的根本 十号双眸变得越发深邃起来 他已经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 一切仿佛都凝固了 不知过了多久 十号逐渐有了一种奇异的感觉 他好像经历了万古 看见了人间臣服 但恍惚之间 他又像是刚刚得到六道轮回天宫 领悟了紧紧片刻 在这一过程中 十号像是迷失了自我 完全失去了方向 直到他躯体一阵 大口咳血 才从这种诡异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十号惊叹道 这难道就是六道轮回天宫的奇妙之处吗 十号深知这并不是结束 反而仅是开始 越是参悟 十号就越能理解这法门的宏伟与博大 难怪会被誉为天宫 自古以来 能被称为天宫的神通 可是屈之可数 而且有一些道筒 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 特意将自己的功法 加上了天宫的名号 可却远远不够格 短暂的失败并没有影响十号的信心 他开始模仿六大强者的动作 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展示出了不同的姿势 其中必定蕴含了无穷的奥义 开始没有得到完整经文时 十号根本无法参悟他们的起手势 可现在经过了醉血仙祖的指引 十号恍然大悟 六种起手势让十号无法自拔 越看越沉迷 轰的一声巨响 十号已经完成了第一起手势 顷刻间 天崩地裂 一个仙气缥缈的世界出现 向着十号扑面而来 这个景象非常诡异 十号对此充满了疑惑 六道轮回天宫不是驾驭宝术的法吗 为何会有这种体现 这个起手势很特别 充满了天道的气息 很快十号放弃了这一招手势 改换另一位强者的反应 而后黑雾滚滚 宛如修罗地狱降临到了人间 十号明白了这一招手势代表着轨道 不过所谓的六道轮回天宫 仅仅只是如此吗 十号认为并没有传闻中那么无敌 随后他便开始尝试驾驭宝术 欲使六种大神通 但结果却像是欠缺什么 十号神色凝重 重新参悟其手势 并将六大强者各自的起手势都误了个遍 突然间十号发现这六种起手势 每一种都能显现出完全不同的力量 原来六道轮回不局限于一种生死之间的形式 反而是多元多样 看来这和他的观念并没有发生直接的冲突 故此十号决定全身心投入到其中 这也难怪需要六大强者的实力来演化那种法门 这其中的奇异之处 普通人根本无法施展 毫不夸张地说 一般修士只要摆出这种姿势 都会受到灭顶之灾 最终十号彻底悟透了 并修成了六大起手势 可以预想其中的威力有多么恐怖 十号的实力也超越了往昔 称得上是真正的超凡入胜